欢迎收看6月8号新主播点新闻 我是美思 喜剧脱口秀演员Jocelyn Chad 在美国演出时 不仅在台上爆出大骂粗话 还将马航MH370 失联案拿来开网笑 及嘲讽我国落后的言论 引起马来西亚的网民一片痛骂 针对此事 大马副首相兼巫统主席 拿多斯里阿莫扎西指出 将交由通讯局多媒体委员会 和警方展开调查 之后再交由总检察署 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阿莫扎西今天在巫统大会 巡视媒体中心之后 在新闻发布会对于巫青团团长 阿克马召集巫青团员 到美国驻马大使馆集会 提交抗议书的问题 怎么回应 另一方面 新加坡驻马最高庄严 瓦努哥巴拉美农表示 他对卓士林恰的冒犯言论感到震惊 为他的冒犯言论向大马人道歉 并澄清 卓士林恰已不再是新加坡公民 换个焦点 2022年大马教育文凭考试成绩今天放榜 恭喜前沙684名考生考获前A 2022年的大马教育文凭考试 全沙共有2.08%的考生考获前A 包括A加A及A减 比2021年的596人或1.8%上升了0.28% 沙教育局局长拿督阿兹哈 今天上午主持沙2022年大马教育文凭考试成绩发布会时表示 全沙共有10名学生 以11A加的成绩表现最为杰出 他说 沙拉业整体表现比2021年更佳 全沙及格力达到91.22% 比2021年的88.29%提升了2.93% 一名华裔男子昨晚在明都鲁美丹在野商业中心 华裔是因为剪纸皮引发纠纷 而遭另一名华裔男子持棍打死的案件 警方在短短3小时内逮捕一名嫌犯协助调查 死者是50岁的疑性男子 生前和前妻亦有两名孩子 他是昨晚9点被民众发现全身浴血毕命在车旁 头部手部和背后都有被目共击打的痕迹 警方在命案现场发现一只张油血迹怀疑是凶器的目共 警方根据目击者提供的线索得知 死者是遭一名骑摩托车到场的嫌犯活活打死 嫌犯过后逃离现场 警方调约命案现场附近的壁录电视 录像画面在昨晚11点30分逮捕一名华裔男子 警方指出 嫌犯以死者同样是色荒者 而嫌犯今天早上被押往民都鲁法庭 并获总严扣五天协助警方展开调查 约过防茫马路 买炸香蕉不幸被车转 中年男子丧命虎口 这起致命意外是在今天上午11点 在波特拉在野阿班基巴利高架桥附近路段发生 死者为69岁的无疑男子C里 事发前 他把轿车停在路旁 然后走路约过马路 要前往对面的档口买炸香蕉时 被一辆经过的轿车猛撞 导致男子整个人被抛向轿车挡风玻璃 及引擎盖 当场伤众伤亡 遗体过后被警方送往杀中央医院停尸间 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新闻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